大家好 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宪问篇第十集四节 子曰藏武中以防求为后裕炉 随悦不要军物不信也 藏 藏就是藏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来储存人类生活的生活资料的地方称之为藏 他和食不同 食是人居住其居的地方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指粮食啊皮毛啊等等什么丝啊等等吧 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指消耗品 那么也蕴含于就是指人类的这种食物啊主要是指食物啊 衣食两个方面 那么就放在藏里头 那么蕴吴就是指人类的各种生产资料 你用这个东西呢去博取生活资料的东西称之为蕴 就从最早发明这个字的时候就画了这个刀啊符啊 剑啊这个剑工啊等等一些东西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工具 就是机械设备等等 那个时候就很简单的 那么就是指这些工具啊 那么藏物主要是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人类所需要的 那么中就是中也啊 就是在里面的意思 当然是中最早是平等平衡啊 不偏不倚 后来演变成就是在什么里和李 李也是一样 那道理的李来自于那个在里面的李 实际上中啊 李正啊等等 东东都是代表这种平等 哎 那么后来演变成李啊 在内成为李 中在也是在内也可以成为中 因为李都在里面嘛 其实我们这个中也好李也好 就意思我们发现的这些所谓的真相啊 规则啊 道法就是从蕴含在万物当中 万物理念的东西 所以就叫李也叫中啊 这个以后 实际上也用不着以后 大家慢慢自己去品 就能知道这些蚊子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那么藏物中用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所谓的万物这个世界的所谓的科学知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种这个庄稼 或许实物需要一定的知识认知啊 那么你工具你要根据这些原理啊 就所谓的物理啊 你去进行制作嘛 那么那斧子要有日啊 刀有日啊 那么工要有这个玄啊 啊 键要锋利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这就是点这个蕴含在当中啊 的一些知识信息 那么藏物中今天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科学知识 或者是物理知识啊 白科学知识啊 我们所有能从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啊 当中解读出来的一切的信息称之为早午中啊 那么 乙 乙是什么意思呢 双手啊 手拿手提 称之为乙 那么意思就是用 房呢就是阻止发生啊 准备 不让它发生 在它发生以前啊 嗯 做一些工作称之为房 求呢 就是我们啊 祖宗去 打猎 打猎干什么 有所 要求嘛 就是想得到食物得到皮毛 主要是指想得到皮毛 所以要求啊 皮也要求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指探索啊 啊 追求想得到啊 和欲啊 等等啊 意思是相近 那么房求就这里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房 那么就是指 啊 不让错误的发生 其实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就是通过蒙 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试一下啊 蒙一下啊 对了 那我们就保留就去求 那不对的就要房 所以房求就是不停的探索 追究 去为存真 成之为房求 唯 唯是什么呢 我们说嘛 就是大猎 哎 我们这个唯呢 就是做 你干什么去唯啊 唯就是去干事嘛 啊 要做事或者干事的意思 那么 后 后呢 就是指军的女人 军的妻子 军的太太 军的老婆啊 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军 嗯 一般是为大家主持功能 公益 奥管这些人类交易所需要的度量能尺度 那么军有忙的时候啊 最早兼职嘛 那么军不在 那么 他老婆跟军在一起也有那样的境界 军的境界高啊 老婆境界肯定也可以 太太的境界也可以 女人境界也可以 那么也太帝军 所以叫后啊 那么 就备用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意思 嗯 相近就是在什么什么后面 在什么什么 就是 呃 背面啊 准备的 那么这个就是指 呃 有个前后了吗 那么这个后发展上就是 呃 在前 呃 背面啊 呃 呃 呃我们就是说嘛 鱼顿 称之为鱼 那么 呃 在这里呢 这三个字要一起来认识 叫后于鲁 那么在前面章节里头 孔子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 其一变之于鲁 鲁一变之于道 那么 鲁一变 那么 就是后于鲁嘛 哎 就是这个后于鲁 就是指道 哎 就是 你就是自己的真性嘛 自己的每个人的真心本性良心良知啊 那么和天道是一样的嘛 其实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那么这个后于鲁就是这个 是指道 就是这规则 这个自性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总法则啊 就是 苍武中啊 就是一样的 那么 随 随 随然的随呢 实际上和那个随啊 是一样的 就是 只做完了 这也是 某某这个随呢 就演变成 假定做完了的意思 那么在这实际上就是随 就是完了 哎 你达到了这个东西了吗 月 月就是开口 动 嗯 发声称之为月 就是描述啊 或者是 表达一个意思 嗯 要我们说 我们无人共同在一起生存 生活 嗯 彼此 对彼此都是要 都是需求 嗯 所以叫要 那么就是 需求称之为要 那么 嗯 不要就是 和今天的意思一样呢 我们不需要了 不 用不着嘛 不要 军 前面是讲了后 军呢最早是指杜亮鸿 啊 人类那个时候 嗯 由于 这个 发展啊 啊 逐渐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啊 得到了物理 啊 制造了 工具啊 斧子啊 刀子啊 刀啊 那么 使得生存的这个生活资料有了富裕 那么 大家就有一个交换的需求 所谓交换劳动的需求 那么靠什么呢 就靠这个军 啊 放在大家居住地旁边啊 大家有需要一个瓢也好 一个尺子也好 一杆秤也好 那么大家到那儿就去用啊 都用那个东西 嗯 进行平等的交易 那么后来呢 演变成人堕落了 哎 这个 有人去篡改着的交易器具 怎么有利 对自己怎么整啊 那别人也不傻嘛 那怎么办呢 就找人刊 谁来刊呢 就叫军 刊的这个人就叫军了 那么后来呢 杜亮鸿就简变成 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 用啊 弓啊 骨啊 骨啊 这个 这个 龙啊 等等等等吧 那么就是 根据 嗯 需求 嗯 这个 条件的变化 有了不同的字 去 把原来那个军呢 进行了分类 那么 这个军呢 就指人了 那么做这个 给大家照看这个 杜亮鸿人的境界高嘛 那么通常呢 就是境界高的人 大家共同推举 这个人怎么样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 嗯 所以大家都要做军啊 军 军子 军子就是和他儿子 哎 一样了嘛 军子通常就是境界高 成功做成人的人 嗯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就是 不需要军了 我们需要军干什么 误 那么 在这里呢 就是指我讲的 哎 就是 我所说的信 就是指 人说的话 或者人应该讲的话 成之为信 是真的嘛 能有参加 成之为信 嗯 认为是真的 成之为信 那么在这一段 这个孔子这个意思 是指什么呢 就是 嗯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 各种各类蕴含在 这个 五字天书当中的信息 那为什么要 要要学这些知识呢 那么 嗯 去搞这些知识呢 以就是用来 啊 防啊 自己错误啊 那么 通过这个 回改改正啊 追求 一个到这规则 去认识 我们 那个 这个宇宙啊 人生运行的法则 发现自己的自信 发现自己的良心 发现自己的本性 那么 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相互去印证 啊 是用来做这个用的 那么 随 啊 做说做你达到这种境界了 所谓的天人合一 你自己 内心 良心 自信的东西和 这个藏武中啊 知道的 呃 所蕴含的这些信息 知识 呃 一样了 那么就叫随了 就做好了 那么就叫什么呢 我们就不需要军工 不需要有人去 啊 给我们主持工了 人人都得到了 都明白道理真理真相了 也就没有人去篡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杜良恒了 更没有人去为了一己之私啊 占别人的物质便宜 去偷奸耍花 偷积取巧 大家都很按照自信 真心本性 按照这个 呃 真理 去行事 去起心动念 那还需要军 军就是得给大家 来这主持 这些东西的 人人都达到那种 念天人合一了 所以就不需要军了 那么这不是说孔子的一种 理想的这个状态 而是说就应该在这个 人力当中发生的事 人人都应该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 应该去怎么做 如果不能明白真是太可怜了 后面那么还有孔子也会对讲 其实他再三在那讲 这个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呢就说 那么我们就是说不需要军 但是呢 孔子也下了一个结论 因为他也有精神体会 他讲的这些道理有谁接受呢 所以物就是我讲的 不信也没有人相信 有谁信呢 不要军了 像我们现在 你说不要总统了 不要主席了 不要首相了 那怎么可能呢 那怎么可以呢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有国家的嘛 国家是要去援手的嘛 就要需要军的嘛 怎么可能是不要军 所以没人信 2500年以前孔子讲没有信 像我们今天讲 就更没人信了 实际上大家自己去慢慢品 这个世界 人人都 你认识到了万物当中的这个法则 跟自信 跟自己的本性本身 这个 去相互印证 达到何二为一 那就是 大家人人都是圣人 人人都是闲人 那还需要军吗 还需要国家吗 就是那个 侵害别人 不平等事 根本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军的呀 但是呢 您信吗 好 这些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